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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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汉了然一心 也知道 喜慕皆赴贵同意 也知道 真教会在累积 也知道 善良是本极其利涯 真教会拯救天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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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 永追太阳 task 呼呼 清雪总依旧有闻西洋 不尽多少世笑 看中阳 滚滚江东流 怎么好想 茫茫对人海 总是这样 茫茫见 未思量 若纷飞 何谈笑 怎能记得 无数愿望 唯有这一刻 努力的窗 喘息泪水间 这道藏 我才领悟 生命大大 用最太阳 我才领悟 无数愿望 我才领悟 何谈笑 我才领悟 何谈笑 我才领悟 何谈笑 我才领悟 是梦见 咱实笑 你嫆苦 来您 逾拼 尽 Stack 我自然 Ö台湾水尚 我才领悟 lethal 作散飞和寒香 只能记得无数愿望 唯有这一颗努力的妆 喘息泪水间的宝藏 我才领悟生命大方 永非太阳 尊了解为思量 若散飞和寒香 若散飞和寒香 尊了解为思量 若能记得无数愿望 围绕着一颗努力的妆 善息泪水间的宝藏 我才领悟 生命打荡 用罪太阳 用罪太阳 好 感恩導師 感恩天地 感恩各位可愛的同學們 那很開心呢 我們今天要再次的齊聚一堂 今天要導讀的章節式 第十一章食物開域密碼 我們今天從第十段開始 讓我們一起翻開 新紀元版第三版 150頁 不過我們要稍微回顧一下 追溯一下我們從第九段開始 新紀元版第三版249頁 其他的版本呢 因著版本的不同 我們依序加減兩頁 我們來到如果今天 你不知道什麼食物 可以讓你的身體製造充足的血液 那我們呢 這一次非常棒的 群星閃耀服 綿延 愛在窮艙圓滿愛 閒心裡一月饗宴呢 竟然就這樣子 圓滿的結束了 真的喔 有沒有覺得雨衣鬧涼 三日不絕月 你知道現場的工作人員說 他現在整天都在天之道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因為剛剛說天之道 天之道 他說有多好聽的啦 那因為我們是不斷不斷不斷的 一直在彩排 你知道嗎 他說喔 真的是很精彩 比春晚還要精彩啦 然後竟然把每一個素人啊 都弄得跟明星一樣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像我們那個 國樂團是不是還蠻好看對不對 很像仙女 那一定就是導師撒金粉 真的沒有騙你 因為我們看到巨照 就是每個都像那個美少女一樣 對不對 現場看都不是喔 哈哈哈哈 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呢 經過幾次彩排之後呢 欸竟然上去 就變成一張仙女欸 仙月飄飄真的是配套 我還記得導師在彩排的時候呢 就從空中啊做指導說 請問現在是江西改詩嗎 哈哈哈哈 怎麼都面無表情啊 在那邊繞圈圈喔 這樣是很奇怪的畫面 七月半還沒到喔 那竟然呢就在導師的這樣子呢 欸稍微點畫這兩波清清之後 就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畫面欸 那因為也很多人說 殷琪好像有比較漂亮喔 這個我真的很難否認欸 所以呢我想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導師恩賜給我們呢 這一次真的非常難得的 語音端身心女音樂饗宴喔 那我想呢這一次呢 不僅僅是我們視覺上的享受 更是我們身心女一次非常重要的CD 那我們也期待啦不要太久 我們不要再等 不要再等半年 希望呢在最快的秋季 我們就再來一次 那大約在冬季就把導師迎接回來 這樣好不好 好 太棒了太棒了 好那我們呢趕緊進入 食物開運密碼 那我們請請邦佑先來為我們介紹 超級生命密碼這一本書 太陽聖的導師 感恩導師 感恩影運掌一期見 感恩全球昌瓦家人 以及在座的昌瓦家人 各位晚安 歡迎各位導讀封面 超級生命密碼 一本生命之藥 解開你我千年你過 揭開生命命 記得傳生樂趣 量身塑造太陽般光彩 深獲宇宙豐盛祝福 到處浩瀚星空音音齊許 引領時期宇宙能量 改變生命地圖 成韻光的祝福 啟動生命奇蹟 在你開啟本書密碼的同時 永恆生命的智慧與寧靜 即將一一被展開 持有本書能量生命記憶圓滿 輕鬆擁有密碼之妙 解開所有的難題 淺顯易懂 告訴你光的神秘作用力 令你世事如意 作者太陽聖德導師 太陽聖德導師 主修電機工程 現旅居美國 自幼喜學宗教真理 十四歲時由別將入門 開始幾十年的心靈追尋之旅 涉略包括 弘 道 儒 家 祕 2005年 祁鈺恩師Franchi開啟了靈性管道 超越身 心 靈 江界的繁離 使其靈性城市有了突破性的躍升 近年來自立為人們解惑 提升心靈素質 是為深受敬重與信賴的 身心靈諮詢導師 在身 心 靈 領域 著有多本華文和英文書籍 讀者遍布全球 其在世界日地無數訓會演講中 舉辦各類主題的培訓課程 接受到廣大的迴響 無數人因此改變了命運 獲得真實豐盛的人生 目前為天原文化諮詢顧問機構創辦人 美國催眠師協會認證催眠諮詢師 全球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精神導師 感恩 那麼真的非常感謝導師 他不僅真的是 就是有一個非凡的一個能量 還有他有很高的遠見 那同時呢 殷其所看到的導師就是 比我們還要認真 你看我們一天有14項功課 我看導師大概一天有1400項功課 他每一天每一天分分秒秒喔 都是比我們還要精進 然後怪不得他就可以站在 站在1000樓上面拉拔著我們 而我們沾到這個超級生命密碼系統的光喔 有沒有覺得我們就比電鍍還快有沒有 比去那個電波拉皮啊 去那個電鍍啊 更加的光亮只要心門打開 我們的星光跟天光相互的輝映 那這一次呢我就看到賈子惠 真的是拖呆萬古喔 然後呢另外呢我就看到他呢 在接接洽的很多商演當中 以前啊他都是一排海報有沒有 你就看不到他的臉 可能就在旁邊很小很小這樣子 那事實上他已經在歌壇上 拼搏了許多年 可是我最近看到他的海報呢 他都是那個比例上他的大頭貼 都是最大的 而且其中有一張呢 他竟然是放在至中台語強棒歌手 旁邊有一個天后就被擠過去 就是龍千玉 這次沒有來 那另外一個呢 百合姐啊你看喔 其實啊我們都看不出來 他那麼年輕漂亮 近來已經堂堂邁入六十的一個歲數 可是我們就看到他越來越美麗 越來呢更加富有魅力 甚至於呢現在也開始著手進入 且所未有的領域喔 就是戲劇性的一個商演 那你看啊 這反關於我們自己 那我們呢 不管是享受也好 或者是進展也好 但是我們只是付出 這麼小小的一個代價 你想想看我們從長眼睛長眉毛 有聽說過買蔥送肉嗎 當然不是說導師的課程像蔥一樣 這樣子的有沒有價值與否 不是我說的是一個價值的一個 不是一個那個我們正品的一個懸殊 還記得在三五年前 我們來聽導師的講座的時候 其實呢一場講座這樣子的一個票價 已經是太過於的 太過於的是說讓大家太方便 那為什麼還是要收一個場地費 要讓我們珍惜 而且讓我們種福田所謂種瓜德瓜嘛 種種豆得豆 那種大豆就得大豆 那我們種空當然是空啊 那種平那當然是得平啊 那如果是貪 貪一次貪兩次 種貪那得到更加的貪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是實心的 我們的生活要是一個實質 當然我們相對應的就是一個實質 可是導師他送給我們的一個贈品 除了導師溢注在裡面的能量 還有講座的實質 竟然還加入的演唱會 那演唱會呢 從在引起在2016年 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 那一年啊是第六首歌 恩師送啊 因為有太陽啊 你看喔 這樣兩首歌到現在竟然有 我那天算一算 26首 然後呢每一首歌都是大卡司喔 然後樂團啊 樂團請兩團 五團也請三團 然後這樣子輪番的上陣 有沒有真的是買蔥送松板肉耶 真的送那個雪花牛肉耶 雙醬牛 那你看呢我們第二天的課程啊 真的你看是很好吸收 然後每一個人上完都舒服的不得了 還有一個說本來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啊 酸痛的 然後很快呢他就覺得他有一個療癒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 那真的我也沒有聽過說 買黃金送鑽石啊 買燕窩啊送魚翅啊 這個就是導師他的作風 永遠都是讓我們收穫滿滿 然後成全我們 那當然我們相對應的 我們就也對自己的各方面 紅塵修行面 靈命提升呢各方面 我們也做一個落實以及負責 最重要的就是內與外 我們來相互呢 來做一個銜接以及運作 那最受益的就會是我們自己 那你看喔 導師呢不僅是顧我們的靈命層面喔 還有心理方面喔 你看食物食衣住行 有食物啊 然後呢還有住宅啊 還有呢 在富足密碼還有開車啊 開車也可以修行啊 各個方面呢 都是呢 要讓我們呢 在今生 就能夠啟動一個全方位 圓滿富足幸福快樂的人生 好我們從如果今天開始 感恩導師 感恩櫻姐 還有各位同學們 接著下來為大家考讀 如果今天你不知道 什麼食物可以讓你的身體 製造充足的血液 什麼食物吃下去 會影響你身體原先的正常功能 或者什麼食物會破壞原本良好的體質 相關的知識道理 現在都可以從書籍或電腦網路中尋獲 自身需要常做準備功課 在食物開運上 營養學是我們人世間可以研究到的 所以在最基本的方針上 第一步是將營養學求讀仔細 基礎的營養學能指出通往健康的大概方向 幫助自己了解三餐食物中所含的營養價值是什麼 掌握在基本健康上成功的籌碼 再來我在這兒要教大家一些方法 幫助你增加食物的能量 以及如何洗滌食物中肉眼看不見的病菌污染和對我們身體有害的物質 比如說當你要吃一顆蘋果 你會先用清水把它洗淨 但外表看起來已經潔淨的蘋果 不代表真的已經徹底乾淨且淋污染了 這顆蘋果很可能還含有我們用清水洗不掉的化肥和農料殘留 所以我們能力可以做得到的預防我們都必須做到以外 我們還得調動宇宙能量來洗滌一般清潔劑無法清除的物質 接著就用我現在教你們的方法做第二重把關 用光的力量去分解你食物中的殘害 當你洗好一顆蘋果準備要食用前 先在心中觀想天上的太陽射出一道光芒 射到這顆蘋果上 太陽光的強力光束及振動頻率 貫穿了這個蘋果的內外 如果蘋果本身純有化肥、農藥 無法經過清水的洗滌而殘留在果肉裡 透過你觀想太陽光的能量和頻率 在蘋果的內外輕輕地晃圍下 這顆蘋果所殘留的各種有害物質 就因太陽光分解去除並消失在空中 當隨著你的努力練習和太陽之間日漸產生一種默契 日後準備享用某種食物時 都用上述手講的方法 就會發現在人世間看似滑稽的一個加持法 事實上在宇宙不同的次元裡已經運作 並且產生了某種效能 只是在人類現今的科學程度上 無法察覺其中的原理 而你熟練度與否 關係著蘋果裡殘留的物質的多寡 經常用上這個好方法 勤於練習除了自己第一道把關去篩選營養健康 和新鮮清潔的食物外 再用上這個方法補強 你所食用的東西都會因為太陽光的眷顧 讓你避免刺激很多危害的身體物質 接下來教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如何在食物當中增加能量 剛剛我們講到觀賞太陽光貫穿蘋果 然後藉由太陽光的能量及振動頻率 分解排除蘋果中的有害物質 讓你安安心心享用一顆純淨的蘋果 接著繼續觀想太陽光 從天空射到你要的食用的食物上面 太陽光的光源從散光 變成一束如雷射般的濃縮光點 這光點會先停留在食物的中心點 接著再觀想天空中的太陽 繼續透過光源供給補充 源源不斷的能量 原本在食物中央的那一顆光點 開始慢慢的複製 直到你整份食物都充滿著無限的太陽光點 而每顆太陽光點所聚集的能量是無限大的 好謝謝謝謝小慧的導讀 那麼這三段以及接下來的這個段落 引起發現它是緩緩相扣的 大致上就是對於我們對於食物上面 營養學的一個具備再加上消毒 再加上一個能量的挹注 這樣子會對於我們基本上要吃一個食物 我們自己除了在心裡面還有各個方面 對於一個危害的排除 還有更加養分的一個吸收 這個是老師他所送給我們很棒的一個心法 接下來引起發現我們有個同學 上完課回來看起來就是更加的Q嫩 這樣子更加的秀色可參這樣子 好所以呢邀請我們的昭智姐 對泡泡油咪咪咪 好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那位導師好 感恩天地 感恩營運長 感恩現場所有的家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非常非常 為什麼要笑 非常非常的開心 真的開心 真的開心就要笑 對 對 真的非常開心 真的很開心 不曉得從哪一段 好多段 不曉得從哪一段分享 好 那就是招字來分享 這兩天的一個活動的之前 那之前因為招字非常非常的忙碌 那而且是6月27的音樂饗宴 因為我們有租那個精英會的那個活動場所 在那邊就是大家一起同學一起觀看 那那一天的音樂饗宴就像剛剛銀長講的 哇每一首歌真的是 哇真的聽到這樣子 流連忘緩的一直跟著唱一直跟著唱這樣子 唱到可能唱到太high了你知道嗎 那一天晚上竟然睡不著你知道嗎 哇他整個能量一直滾一直滾 我說好了吧 來給他縮小吧 趕快睡吧 不然明天還要一大早 6點多就要坐遊覽車了 結果到3點莫名其妙就不知道人了 那就早上了 那到現場 因為這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其實招字的先生已經參加 這一次已經算第二次第三次了 那這一次的兒子之前都有參加音樂饗宴 那這一次他自己要求說 媽媽我告訴你喔 我自己的架已經排好了2728送給你喔 我說啊送給我 我說好那非常非常的開心 結果回來的時候就問他 因為他本來是坐不太住的 那所以我本來請他坐在下 這是平面的後面啦 因為我們那一天我們中立 我們那一台車竟然是搶頭箱耶 我們到了時候那個志工都還沒定位 所以你們怎麼那麼早到 我們是8點20是8點半才定位 你們8點10分就到了 你們先排隊好了 我們竟然比志工還先到 你看我們多開心啊 連這樣都要搶頭箱 因為太開心了你知道嗎 因為太久沒看到導師了你知道嗎 而且也半年都沒參加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實做實修的一個課程 所以朝日真的是日判夜判都在判這個課程 那剛好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導師前面講的那個觀點 我這次真的是聽到真的是入心入靈 好像整個就是一直真的就是共振在裡面 真的沒辦法去解釋啊 可能大家有去感受的人就知道 那在一個心法裡面 剛剛趙志有講前一天沒睡對不對 可是早上精神明明很好啊 為什麼第一個心法 導師一開始做 趙志不知道人了 天啊我起來的時候糟糕怎麼辦 光精湛人網沒收到啊怎麼辦啊 結果剛好這樣想的時候呢 哇那個感覺全身喔 哇全身好真的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清涼地的那個感覺 心情那個筋骨全身筋骨好像被打通喔 哇好像整個人清飄飄好清好清說不上那個感覺 那真的很感動當下你會參入到那種心真的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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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很妙很妙喔 沒有睡著了也有這樣的感受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嗎 那在第二個心法的時候呢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哇真的是當下趙志一直結了說我們何德何能啊 當下真的感受說我們這輩子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 竟然可以接受到這樣祝福的女兒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隨時開關自己想要按就按啊 你隨時秒秒哇你真的是怎麼有這麼好 就像剛剛演唱說買蔥送什麼肉 我覺得說好像送洋房好不好 哇真的是你真的是好像我怎麼分享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導師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動 那當下趙志只有一個念頭這個是我們自己 真的從累結累世來為什麼現在才打開那個念頭 這個是我們本來應該做的 為什麼當下那個念頭就會上來這樣子說 哇我們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真的是等了千萬年可以碰到這麼這麼的得高望重慈悲 而且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把我們這些學員 把我們這些土地看成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種子 真的導師對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有去過拉斯維加斯 所以我們知道時間的對照表 所以導師一直上的時候 他是一直在看那個對照表說 哇那個到最後導師到去想說 哇真的導師都沒睡整夜都沒睡 那之前更不用講在籌備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照自己有前一天太high了前兩前幾天在聯絡事情 就眼睛就長岩石了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我們可能也是年紀有一點 那個那個手機一直拿一直在排那個人 喔排到來說哇那個岩石都長出來你知道嗎 對如果現在整個完全就是榮光煥花你知道嗎 全身經脈都打通了 那兒子回來他說媽媽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說你好消息很多啊 是大的才講小的不用講 媽媽你這樣講真的不錯啦 因為我上次被升上去啊 那個主管他就講說其實上次要給你升最高 因為還有一個人在那裡 那結果這一次那個人就走掉了 他又被升一級了你知道嗎 我說哇那這你是夢寐以求已經快十年你都夢想那個位子 因為他他常常就是因為他雖然年紀不大 可是每次升上來都比他年輕 都是做那個主廚二廚都是在他前面 所以他還是雖然很勾也還是還是有一點那個什麼 厚厚的感覺說奇怪他們年紀那麼輕為什麼升那麼快 他們一定很會拍馬屁我說不對不是拍馬屁是他們有真材實料 那你可能人際關係各方面還要懂得懂得這樣子 他說那媽媽我還告訴你喔 你這次帶我去那個上那個什麼課程 那個老師叫我們眼睛閉著 我有打開偷看耶 可是啊我發現喔 第一個那個老師罵那個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頭好暈喔 我說那你不要管他你就放鬆跟著那個感覺走 那第二個的時候我就覺得不會了耶 因為我兒子就很好玩就好像我們上我媽媽那一代的 很喜歡看八點檔 所以我說我說對呀這次就是在幫你怎麼樣重整 因為你裡面太多的思念恩恩情仇 這個又害那個這個又鬥那個 所以他沒有給你繞的話你頭沒有陰你算很好的耶 他說是嗎我就覺得怎麼頭有一點脹脹暈暈的 結果到最後他說欸不會呢覺得好像很輕鬆 我說真的非常非常的恭喜你 下一次你一定要再來 我說好你要提前講我就會提早排降 那這裡讓趙師感覺說以前我們是會很用力的跟家人分享 那當你的能量有稍微提升的話 你是很輕鬆的跟家人分享或者跟親朋好友分享 像我們這一次在分享那個音樂的票啊 那都是用分享團體的 雖然有的大有的小 可是我發現在分享團體的時候 感覺也非常的輕鬆 那在這個中間裡面趙師有悟到一個道理 只要是他有對應到他的緣分到 因為我們自己有準備 我們真的是真心誠意 我們當然也是在意結果 可是當在分享的時候 趙師是把那個結果沒有放到很前面 就想說很真心的跟他分享 回應的一個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像那個我們活動中心的總幹事 講話是很酷的你知道嗎 講話就是他不會多一個字 就是酷到不行的 那沒有關係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在志工會議 這就是志工會議的福利 那我們今天我們在基因會就分享 我們參加這兩天活動的感動 一起收穫 好 那真的是就是發現說這次回來啊 家庭各方面就是好像特別的 特別有一番的一個氣象 就是最主要是因為趙師前身筋骨打通 這一點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導師 那在過後還一直在實驗 我發現有很多很多 哇第一棒一下子不知道從哪一段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下面的段落 那感恩主持人趙師的機會 感恩大家的聆聽感恩 感恩導師感恩同志 謝謝趙智姐 很開心等一下想到說你可以舉手 好 舉起可愛的小手 那剛剛呢趙智姐呢 欸他講到的呢 你看他的第一部車啊 欸最早發車呢 或者是呢 有一個暢通無阻的一個感覺 然後當他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他覺得他是搶頭箱喔 那我相信 我發現呢在超馬的世界也是這樣子喔 在超馬的世界裡面呢就是 一大不一小 那一早呢能快就不要慢 那我們可以大的話呢就不要小 因為在超馬系統乃是呢 發願也他不是還願 那我發現呢在過去的就系統裡面 我們就有的思維裡面呢 什麼叫還願 就是跟天地呢 這個趁經論量 那這個呢除了打交道之外呢 還非常的計較 那首先呢 我們就要先給那個天地呢 做一個設定 那他要完成呢 我們心中的夢想呢 我們才斟酌呢自己 欸能不能呢再做一個回饋 那如果少一個 少一分少一毫就沒有 那當殷琪抽到有一張牌卡 叫量力而為的時候呢 我的對應就是呢 所謂的量力不是量自己的能力 越沒有能力越要付出 越沒有能力呢 越要投入 怎麼說呢 那量力呢 乃是量我們的能量的那一份力道 如果當我們發現我們的力量不夠 我們的能耐能量火候都不夠的時候呢 那是否在於我們的運心 還有設定營造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多加一個思考 再多加的一些設定呢 那是不是對於我們各方面的提升 還有圓滿就會有更加更加的一個解套 那剛剛呢就講到 趙智啊就講到他的那個孩子啊 在各方面呢都很有收穫 這個是在過去都沒有的 那我想呢這個部分呢也是屬於說 應該照致他非常的認真 然後他很發心 特別的投入所謂呢 一人得到啦 雞犬升天啊 那當然不是說他們 我說我啦 當然不是說我們家人是雞跟狗啦 但是呢 但是有沒有發現呢 當我們呢 福澤靈禮的時候呢 他整個能量場 他是提升而且上揚的 在殷琦呢跟一些志工 還有同學交流的時候 我就發現啊 像有一些同學 他呢所在的單位啊 可能是非常的嚴苛 而且呢是要求都非常高的 那我就發現呢 其中有一位學員呢 他剛到一個公司 他就特別的涼快 然後呢他就是特別的好像就是一個 就是各方面呢 他就比較有一個好像主管對他的要求呢 也不是那麼高 那還比較呵護有家這樣子 那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 我也發現呢 他變得特別的漂亮 那一聊之後他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他這一次啊 他有特別發心 他呢 他有稍微有先預購一些 他可以去做一個投入的一個音樂會的票券 那我一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視線呢 我就覺得說 欸真的很讚嘆他 為什麼 第一個呢 他是很久都 因為他是才剛畢業 然後他也沒有特別的 有這樣子的一個收入 可是呢 他喜歡這個工作 他喜歡這個活動 而呢 他從這個學習當中受益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相對應的一個 一個投入 就如同呢 在戲長弟子龜裡面呢 有一位皇后啊 當他呢 還是一個貧女的時候 他懂得用他的一文錢 而呢 跟宇宙天地相互對應 那我就發現 欸 在他的生活境上面呢 也得到很多的一個相互配套 那另外一個呢 我還發現 有一個同學啊 他也是剛到一個工作 到一個地方工作 那我發覺呢 其實他的能力呢 跟這個地方呢 並沒有那麼樣子的一個契合 反而呢 其實是經常的會出錯 可是呢 我就發現這個主管 對他的要求呢 也不是那麼樣子的苛刻 甚至於還給他升官又加薪 就在他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 我就從側面呢 去做一個特別的了解 發覺他原來他也同樣的 哎 好像呢 這個好像是投資一樣喔 他就下對了住 那他 他 這樣子呢 欸 竟然呢 就在他的工作上 還有他整個配套上呢 就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一個相互對照 好 那我想呢 像這樣子呢 很棒的一個故事 那我們要留意 因為呢 當我們人生在困境的時候 那我們呢 見到棺材掉了眼淚 要來跟天地球 在那一刻 我們可能是 會有所感受 而當我們呢 來到超馬 世界的時候 很容易 我們的生活 就會很順遂 那這時候呢 欸 如果我們自己 稍微不留意 或者是沒有將他 化為一份分享 在精英會裡面 或者是化作一份感動 在平日的 我們的文章分享 當中 很快 我們就會傳過水無痕 所以在今天的食物開運密碼裡面 我看到導師呢 他真的在裡面呢 就教了我們怎麼樣 讓自己 在食物的營養 能量的攝取上 更加的健康 更加保護自己 更加的有能量之外 我還發現了 在前面的段落裡面 導師呢 他說啊 當我們呢 有一個習慣性的 腸胃道的不通的時候 要特別的補充兩樣元素 那其實這個章節 我過去也讀了好多次 那這一次呢 欸 我好像呢 又稍微的更加的理解了一下 就有一些特別的靈感 那也在此呢 就跟大家分享 因為呢 在第九章 世上的事可大可小的時候 有一天 我自己就領悟到呢 原來啊 這世上的事呢 會可大可小的原因 就是因為自己 的能量場不穩定 而產生了不恆溫 或者是不通的時候 像那間呢 就會把事情呢 弄得呢 好像 好像非要你死我活 或者是 欸這個是小事 弄大事 的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樣子 那所以呢 導師呢 用一個恆溫器 來做個比喻 以及用腸胃道的通順與否 來比喻說 只要呢 我們能夠恆溫 或者是我們各方面的思維邏輯 事理能夠通順的話 那相信呢 這世上的事情呢 也不會造成我們呢 有太大的危機 那另外一個呢 在食物開運密碼這邊 導師又特別的 又再一次的講到 腸胃道的這個通順與否 然後 他說呢 如果要做到這個改善的時候 要補充兩樣東西 一個是水分 一個是纖維素 那在這邊呢 引起呢 就想到了 我們人生的人的靜 一個呢就是順靜 一個呢就是逆靜 你看喔 這個水分呢 就猶如呢 我們呢 人生當中啊 有很多的養分啊 有很多的一個順 有很多的順 可以幫助我們呢 很多的我們所學習的 或者是我們所接收的 這個不管是訊息 或者是禮物 祝福呢 做很多的融合 或者是消融 但是呢 當呢 有時候啊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還是 沒有辦法很理解 或者是我們還是 不懂得珍惜的時候 那引起的體會到 就是這個纖維素 就好像是 人生當中 偶然當中 它會再有一些 境界 或者是會有在一些 塌力的一個物質 或者是一個阻力 或者是一個媒介 也好 那我發現呢 其實也要感恩 這一些境 因為當我們呢 遇到這些境界 懂得 反求諸己 懂得去面對 這一個呢 好的一個 物質的時候呢 它是 可以把我們的 毒素 再把它 再做一個清除 再做一個 排解 所以啊 在這樣子的一個 章節裡面 引起體會到導師的 一個用心 天不言地不語 那當然很多事情啊 講得太明白 有些人呢 也不是很珍惜 導師要我們 參悟 然後在想通呢 就輕鬆當中 不僅讓自己 開運 讓自己 消毒 讓自己 解惑 同時呢 能量還能夠 更加的益住 所以以上呢 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我們進入 下面的段落 思想完畢後 在觀想天空的太陽 不斷地將能量 供到你的食物上 所有光點 使光點的能量 一直擴大 進入了你食物中 所有的分子結構 這時候 心中虔誠地 感謝太陽光的眷顧 然後 開始享用這份 充滿能量的食物 當你將這個方法 練到一定的火候 你所吃下的食物 將會充滿 無限的能量 與動力 除了食物原本 帶來的營養 及熱量外 太陽光 所產生的巨大能量 也會在你的體內 運作 跟著你的血液 和循環系統 遍布你的全身 只要你能夠 持續地運用 這個方法 並隨時 生起愛與感恩的心 就會理外一致地 接受太陽光的加持 這時 你本身的運氣 也會因為太陽光的能量 提升了你在宇宙的能量階 我們的運氣 因為能量階的提升 更容易接受到優良的宇宙資訊 而這些種種變化事實 也就是能夠讓你開運的基本點 因而達到食物開運的這項事實 剛剛的兩種觀想 就是食物開運的密碼 只要勤於練習 抱持著感恩的心 隨時散播宇宙的愛 你就不用再憂愁 開運與否的問題 因為你的運勢 會慢慢的趨向一個 吉祥穩定的狀態 如果能在心無旁物的努力下去 那就不是開運與否的問題 而是你已經跳升到人生中精華的階段 好 謝謝 那麼呢 剛剛殷琦在這個親衣會開始的時候 我就發現有一個美女喔 她叫做美華 那我就發現呢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呢 第一次見到 那怎麼會來參加我們今天的 這個圓滿人生親衣會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契機 那她也分享到她的感動跟趙姿姐 就有一點類似喔 那就是 就是屬於那個睡不著 然後能量滿意的那個部分 然後旁邊那個是筋骨痠痛 突然都痛的 那一種感受 那我想呢 邀請美華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她的這一次的一些感受 這個三言兩語就可以這樣子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給美女美華 我們給美女的掌聲 感恩老師 還有感恩殷琦姐 還有超馬的家人 大家好 晚安 好 我這一次參加那個音樂會的那個 感覺很棒 因為聽完之後 我整晚都睡不著 對 都很興奮 那第二天的時候 又參加十作十課程 也覺得那種感覺很好 也很興奮 所以 謝謝大家 就分享到這裡 那美麗的美華 那你是什麼樣的機緣跟超馬節緣 再請她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那個接引人 是名俠 他是半年之前給我這一本 那個千年之約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就看一看 我就把它放到那個櫃子裡 我就把它擺著 那之後等了今年的時候 他因為我是做美髮的 那剛好來給我剪頭髮 那我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在接觸這本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他說有啊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請你 剛好老師有辦一個音樂會 那可不可以邀請你來參加 我說好 那結果他給我看的時候 他說我先放兩首歌給你聽 那時候我聽到老師的歌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喜歡那個旋律 而且聽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就會流眼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之後我就覺得自己的心 就感覺好像有一種聲音告訴我說 這個方向好像是我要尋找的方向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 很棒喔 所以當我們去分享 我們很棒的書集的時候 也忘了再過一段時間 還要提醒他 我們很棒的活動 就要開始囉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湘涵 他本來呢 這個要吃苦三天 然後呢 一下子呢 好像呢 就給他打通任督二脈 我們請他分享一下 謝謝 前一個禮拜前 兩個禮拜前就發現自己有一個 就是覺得 怎麼突然行走不了 但是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沒事 你28號就知道 我想說為什麼 痛是真實的 然後28號為什麼知道 但是我還是有去看醫生 然後我去給他喬一下 他是說你的整個筋骨 扭曲了 就反正就是糾結在一起 那我就去了 然後他就建議我帶那個護腰 那我就帶了護腰 然後就在28號當天 做完懺悔心法之後 就有一個聲音跟我說 你把護腰給拿掉吧 我就試試看把護腰拿掉 真的鬆了 我就覺得 在做接下來兩個心法 祝福跟跟結的部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真的整個都鬆了 真的我們自己一切都是來自自己的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心一直忙忙忙 沒有給自己休息的時候 那剛好28號那一天 我的感受到是 我們讓自己心徹底的靜想 就像我記得老師在網路逛休 在提醒的三個禁一樣的那個狀態 然後靜靜靜 靜靜靜 對靜靜靜 對然後就 就那個感覺就是 在整個天那個部分 就覺得說 整個好像都清掉了 然後整個都鬆了 而整個人的感受呢 就覺得說 你看很多事情 就不再那麼的 那麼的好像非常的嚴重 就像老師在開始告訴我們說 你們的心門打開了沒有 那我再次回想到 在2018年的領口體育館 是我第一場的這麼大型的音樂會 因為當我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導師呢 因為剛好我聽到的第一首歌叫做 心門開福就來 我那時候想 為什麼會聽到這首歌 一直到現在 我每一次都會問自己 我到底心門開到多少 那我也感恩說 這一路走來 不管是同學們 一直不斷的給我 給我一些鼓勵 或是一些部分 更重要的是 導師在每一次的課程 還有網路共修 當然都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很深的想法 當我那一天或那一陣子 有一些閉鎖不通的 或是還要加強的部分 當天或是那個課程 就會給我很多很多的 好像突然就是加強那個點 那個點就會更清楚知道 我接下來要怎麼走 那也感恩 感恩大家的一路陪伴相談 那也感恩營長 謝謝 因為我真的那一天的感覺 就是整個就 怎麼鬆了 就很開心的說 老師說 你們一定會接下來會有一些小圓滿 然後累積大圓滿以後 就會更不一樣 然後我就想 對啊 這好像是小圓滿喔 那也跟大家分享 感謝 好謝謝香涵的分享 那剛剛呢他一說 他有講到說 那個已經筋骨痠痛很久 所以引起第一個反應呢 就是呢 那你都沒看醫生嗎 當然呢 我們就是在紅塵當中 就要很務實 你看導師在朋友家 發現他們家的恆溫器是壞掉的時候 也不是說這樣 這樣點一下就給他好有沒有 也是要親手去親力親 我就把它修好 那每一次呢 導師都聽到很多人啊 家裡的冷氣機啊 那個電冰箱啊 洗衣機啊 電腦壞掉啊 一直在弄感恩斯基劑給他吹 吹一下這樣 他就說 這樣很恐怖呢 哪一天修不好 那那是不是怎麼樣 其實呢 在超馬的世界裡呢 當然呢 我們運用這樣子 超自然的能量呢 他是可以讓我們瑟蘭波前進 但是呢 導師剛才講到食物肯定密碼 他還有步驟一二三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這個物品的 他的一個通信 第二個我們要把障礙點 通通排除 我們自己該做的責任 自助人助 然後我們哪一個天助 那所以剛才呢 在這個湘涵那麼驚心動魄的分享 我嚇了我一跳 我想說痛那麼久都不看醫生 好險他有看醫生 但是醫生沒有把他移好 所以看了醫生呢 醫生沒有把他移好呢 就要請醫生看超級生命密碼 怎麼看了他還移不好呢 那這個可能大家都要一起來 一起呢 做一個能量的調動 還有提升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上課還沒有好 那這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我們沒有相對應的一個種子 可以讓他催化 還有發芽 那在這個講座課程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我不認識的同學 那可能就私訊我 他跟我說 欸這樣的課程呢 他有上了幾次喔 然後他最在意的就是情感問題 他說他的男朋友啊 就是跟他呢 情感比較疏離 而且呢心也不在他身上 要找他呢 也不太容易找 但是呢 這次要上課之前呢 是吵得最嚴重的 那甚至於呢 在上課的時候呢 就有很強烈的一個一個 一個不是很OK的一個狀況 到現在他的心呢 還是非常非常的糾結 其實他一講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沒有內外雙綠 他可能一直在法中求法 他一直把草馬當成是一個公廟 他可能就把這裡呢 當成呢 是一個呢 交換的一個場所 那我想呢 這世界上呢 除了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可能留下買入財 或者是我們用一個 什麼樣自己的一個解讀 可能希望導師呢 抓魚給我們吃 但是慈悲的導師 他是希望我們自己能夠釣魚 如此呢 我們才能夠生生世世的 能夠豐足 而且呢 千年難解的課題 一致解決 這樣解決完之後 我們才能夠耀生到 另外一個主題 再來圓滿另外一個主題 那你看人生的面向有那麼多 那當我們的每一個主題 越圓滿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每一個面向都很漂亮 如同鑽石啊 璀璨放光芒 好 所以太陽的心願呢 教導解惑循循善用 人人得到天地的祝福 人人怎麼樣得到天地的祝福 就是要成為大器 所以呢 每一次呢 我們如果聽到說 哇他有那麼大的禮物 他有那麼大的收穫 可是我們要轉過來看 我的袋子怎麼這麼小啊 那為什麼我的袋子比較小 那可能是 欸我沒有把它撐 我沒有 我沒有那個願力 我沒有 我的志 不夠高原 那我沒有呢 我沒有呢 胸懷千萬里 而且我也沒有去參到 導師的一個願心 我可能錯失很多很多的一個機緣 所以很感恩導師他唱 他與我們 他與我們一起搭造這個夢想舞台 竟然導師跟我們一起搭造 那是要圓滿我們的一個夢想 那這個夢想舞台呢 他是一個練習場的一個中間的一個旅程碑 在我們平時來到圓滿人生基因會的時候 或者是分享會 他也是一個轉運站 而每個禮拜一次的圓滿人生基因會 他更是一個加油站 充電站 試想如果我們是一台最棒的最Pro的手機 他可能有512G 他可能是一個最新的最新的一個配備 可是他就是沒有電 他如果去download很棒的程式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台法拉利 我們每天只是開去菜市場買菜 每天都開10公里 時速10公里 那明明他可以開兩三百 他可以吃成千萬 可是我們把他這樣子用 那那個當我們看到一個尋壽師 或者是他是一個放陰 這個在放老陰的一個人 那你說這個老陰呢 他站在懸崖邊籌疏不前 他把他推下去 然後旁邊的人直跌說 哎呦有夠狠這樣子 令人法子啊 那可是有夠殘忍 可是呢 我們呢 怎麼可以用我們的 我們不聰明的慈悲呢 把一隻老陰當成一隻雞啊 他明明可以翱翔 在這個世界上啊 他可以展翅高飛 那是為什麼用我們偏頗的 自以為是的慈悲 而限制了一個人 他可能性的一個發展 那想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面的段落 這一張所提到的能量加持 是透過太陽的光 能進入我們的身體 提升了自身的境界 只要你能夠虔誠的在心中充滿愛與感恩 並且把這個心法徹底的熟練 這個方法往往還能夠救助他人 有些癌症末期的病患已經沒有辦法進食了 你誠心的運用這個方法 將能量加持在他的食物當中 當這位癌症病人吃下去後 只要他也抱持著愛與感恩的胸懷和思維 並且為自己許下一個好願 那麼這些食物在他的身體裡 就會產生我們剛剛所講的種種正面運作 而且在一段時日後 你會看到他的精神或體力上 都有些許的變化和提升 程度的大小就在於 你對這項心法的熟練度 以及那位需要幫助的人 是不是心中也充滿了足夠的愛與感恩 有些小孩無法正常的好好吃飯 父母就會擔心他們不健康 或攝取的營養不夠 如果當父母有這樣的愛與感恩 並且運用這份心法 進而讓他的孩子 在進食的過程中 也接受了愛與感恩的種種觀念 那麼 小孩在攝取了這份 富有特別能量的食物後 他的身體運作 循環就會自然的 把他的能量 能量階提升起來 假以時日 父母也可以明顯的看到 小孩的健康情況 跟過去有著天亮之別 這一章 這一章節所教的兩個心法 他的基本依靠點 是我們心中是否 根深蒂固的擁有愛與感恩的重要觀念 當這個觀念無時無刻 牢牢的烙印在自己心中的思維邏輯裡 這兩個心法 就會陪伴著 珍惜這些心法的朋友們 充充實實地走過他們的一生 而且 從中得到豐富成就 是無法用三言兩語來描述的 聰明的人 絕對會善加利用自然界的巨大力量 讓自己在浩瀚宇宙中 事半功倍地達到自己的成就 和人生的目標 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 心中絕對要有愛與感恩 才可以使這個方法達到功效 如果沒有愛與感恩 這兩項重要的前提 這個方法 不但不會讓你得到任何收穫 而且 有可能在陽光動能 和熱能的加持過程中 因為缺少了愛與感恩這兩個論華劑 讓自己受到了莫名的傷害 千萬不可不小心 好 謝謝 然後接下來我們邀請 我們這次心得裡面 就寫到說 哇這次非常誠服 絕對無體投地的影員姐 來與大家分享 感恩老師 感恩營運長 感恩各位家人 還有GIFV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這個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就像剛才營運長說的 我在那個心得裡面 有提到就是 這次的這個 尤其是實修實練的這個課程 是我真的是夢寐以求的 因為呢 上一次在這邊分享的時候 各位聽到 我這個人是個二論者 就是說看起來好像很了不起 其實就是非常的無知無明 然後呢 更高我慢 那所以說 在整個的這個 參與超馬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沒有那麼多家人的 那麼多的痛苦啊 不同的這種狀況 那老師也說 就是說到超馬來有兩種人 一個就是說自己有一些 這個人生的這個課題的 另外一個就是有大智慧的 那我說我這兩個都沒有 那我 我這整個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一個自我追尋的過程 那在自我追尋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很多的習氣 讓我就是一直錯過 超馬給我的那麼多的這個機會 所以說呢 經過一年多的這個洗禮 終於等到6月28號 我好想要參加 我說這次我已經那麼的臣服老師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打開心門 來跟老師相應一下 因為呢 在去年的那個12月的時候的那個 我都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在做心法的時候 也是睡著了 所以說呢 就覺得很很慚愧很後悔 那這次好不容易等到6月份來了 而且呢 已經經過這麼多的這個折磨 這麼多的這個洗禮 那我覺得就是說 好我要好好的這個上進 那所以說那從頭到尾 就是非常入心入靈的 在跟老師來做各種的互動 那也像剛才趙志姐說的 其實真的這位老師真的是 不知道如何形容 就是太了不起了 因為呢 就是說 這麼的用他的這個全心全意 來讓我們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學員 好像他自己的親人一樣的 能夠把所有的力量灌注到我們身上 而且呢 當時我聽到他說 要跟負能量 也請負能量能夠放手 那一起在聽這個心法的課程的時候 那負能量也能夠跟我們一起 一起來獲得一些這樣子的一個洗禮 一個能量的一個運轉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我還沒有是很注意 後來我發覺 老師也在跟負能量喊話 我就覺得我心裡面 非常非常的這個怎麼講感動 那所以說呢 在做這個光進這個懺悔法 還有就是說 整個的那個把我們的這個 在不跟因果 在這個做衝突之外的 希望的負能量能夠鬆手 以及呢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感恩和祝福的這個鈕呢 埋住在我們的這個心靈裡面 那真的是這樣子的一種一種一種過程 那我感覺到就是說 全部重新洗禮了一遍 那所以說在這一兩天當中 我就隨時隨地的在回想 在心法在這次的這個三個心法 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過程 一再的去回想它 然後呢 希望能夠抓住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能夠發揮在這個日常生活當中 那這是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下一次說不定是三個月以後 我們又有一次機會 能夠再跟老師做這麼的長時間的一個互動 那再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 在27號的時候的這個音樂會 那我自己覺得最感動的是 我們邀請的朋友 家人或者是任何結緣的人 他回過頭來說 謝謝以緣喔 這次太好的音樂會了 從來沒有想過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種音樂 那這種的回答 這種的回饋 這種的回饋 就覺得非常的窩心 那然後呢 也覺得說 哇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自己 能夠給自己的機會 能夠來參加 那你把握的這個機會 有可能會敲醒了 你自己的一個心靈開放的一個門 希望下一次我再邀請你的時候 你能夠很高興的 能夠來了解 為什麼 什麼什麼樣的團體 能夠做出這麼漂亮的音樂 這麼好聽的音樂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這一次的這樣子的一個 兩天的活動 我覺得老師實在是付出太多 非常的感謝 謝謝 謝謝以緣姐的分享 真的 自情自信 因為沒有這樣的事實 憑以緣姐的個性 他是絕對說不出來的 那我剛好呢 這一次呢 我也邀請了 我一些好朋友 那他其實也還都在其他的系統裡面 那我就很臭屁啊 就把這個 這個很棒的信息呢 這樣分享出去 那大家都 很好 大家都 心胸都打開 就很認真在看 看完之後就說 欸真的很棒喔 他也 就也非常好心 就也推薦他們家的啦 他們家的鏈接給我啦 那我一看之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 我們真的是 博士班 比到 這個已經那個 我們真的是太棒太優秀了 所以呢 欸 在那個 我想 那個 今天下課之後 我可以把他們的鏈接 好 他們也有個雲端線上音樂會喔 那我就分享到志工群 跟主持人群 我們大家看一下 看完之後 你真的 你會非常的驕傲 你會非常的尊敬導師 而且你會 非常慶幸 我們在 這樣子一個 買蔥送肉 一個 非常實惠的一個 非常 非常所值的 很棒的團體 太快樂了 人間天堂 人間仙境 而且只要我們 在西門再開一點 真的西門 讓那道光呢 照進來 每一個人呢 都可以有那一種仙氣 每個人呢 也都可以呈現那個 富貴圓滿的相貌 這就是引起青年去看到的 那 老師說 要與不要呢 就在這一秒 竟然在抄馬的世界裡 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要不要 那要還可以 就拿到耶 你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是 叫天天不義 叫地地不理 為什麼 他們中間 沒有一個保證人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你要買房子 也不是有錢就能買 對啦 有錢當然可以買 我說如果啦 我們呢 今天要去買一個房子啦 我們有了頭期款 他要做身家調查 是不是我們 當然現在有那個 財力充足 可以一次完款的人 不是那麼多 那如果說 我們今天是 需要透過一些機制 來讓我們自己 有個遮風避雨的 好的庇護所 那當然後面要有一個 這個 這個單位呢 他當然會看 後面 我們後面是誰啊 那他是不是可以 讓我們呢 在信用上 或者是各種一個 如法上呢 是有一個擔保的 那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導師的一個存在 不僅讓我們呢 跟某一個 相對應的單位呢 有了一個能量的一個貫通 而且呢 通行無阻 真的很順暢 那因為這樣的順暢呢 我們呢 所有的面向 那不僅呢 在健康 財富 或者是事業 情感面呢 是可以圓滿 但是其中 如果我們發現 有一些點 我怎麼還是 弄不到 弄沒有 想不通 為什麼 我花了時間做 或者是我花了時間 努力 卻沒有 那請你一定要跟 一起聯絡 電話號碼 然後跟一起聯絡一下 然後說不定 在大家一個 願意的一個交流之下 說不定就有一條路 然後這個路開展的時候呢 我們就 進入一個很棒的 善性循環 然後我們大家在這個 善性循環裡面呢 藤藥飛秒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 超級富足密碼 然後在 進入超級富足密碼之前 我們一起來 再導讀一下我們的 太陽心語 在後面 病痛是身心靈出問題 投射在身體上所產生的結果 也因病痛的根本之道 必須從身心靈均衡著熟 太陽甚斷導尸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呢 從九十八頁開始 好 那 那 請心理為我們導讀 好 我們從 雞毛蒜皮的小事 是摧毀幸福婚姻的元凶 多多學員 進入到超級生命密碼系統之後 才恍然大悟的原來自己還有善待加強的地方 先前 先前所疏忽的那一份 其實就是在眉角所在 也就是懂得如何拿捏的關鍵點 正如同 預開車上路 輪胎 車燈 油箱 剎車等等都檢查 無餘 萬事俱備 唯獨 忘記帶 攜帶 車鑰匙 最終必定無法形成成形 接觸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後 明瞭為人處事的根本道理 智慧提升後 再回顧夫妻關係 極能理解先前疏漏之處 很可能就是關鍵的鑰匙所在 進而掌握全局 扭轉 頹勢 重新找回恩愛的軌跡 好 謝謝欣盈的導讀 接下來邀請可愛的欣盈為大家分享 那等一下分享的時候 也可以把爸爸媽媽的家務室抖出來 沒有關係 謝謝 導師好 音樂長好 各位超馬教員大家好 好 很開心今天還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那 我這次有去參與就是 音樂會的彩排 那很開心導師跟音樂長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到彩排的現場 那可以說導師真的是一個 超級厚愛我們大家的人 就是給我們的 就是彩排的中間 我看到了很多導師對我們的 一路上的給我們想要最完美 最給我們很大的就是收穫 那這一路來我看到這些藝人啊 或者是彩排我覺得就是真的是原本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那種很難比喻的那種畫面 很難比喻的那種畫面 很難比喻的那種畫面 然後在檢討之後呢 導師一個出手就是一個完美的比例 然後就是才可以在那一天6月27號的那麼完美的演出 所以真的很感恩導師很感恩天地 就是腳底板就是怪怪的 怎麼樣都是喬不好 然後他上次來跟小衛姐說到底哪裡怪怪的 然後結果就想說好 那就試試看就是一定要 就是我覺得就是就是去做去實驗嘛 那真的買開完之後好像真的不會痛 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覺得很多東西都是選擇對了 很多方法用對了就是一切就是都過了這樣子 那講到就是那個恩愛的方面啊 我媽跟我爸真的就是來到抄馬之後變得很噁心 就是以前可能就是會很容易吵架 那現在看到他們就是彼此就是說 就是一起來抄馬就是研讀啊 或者是一起出門發書 或者是一起在家裡聽導師的音樂是無限的循環 那我爸爸是在台中就是自己在練習上個詞封嘛 那他現在就是一直聽著導師的歌 我覺得他的心跟他的靈魂一直有被就是被調動 那我覺得對我們家裡因為我爸爸之前就是因為他最小的 所以很不會做家事就根本不會做家事的人 對然後媽媽在以前啊就還沒結束草馬的時候就一直顯啊 就是都是我在帶小孩的不然就是家事都是我在做的 那現在就是現在就是會擦窗戶啊洗碗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幫我們家裡做餐廳 就是幫媽媽就是就是翻盤子什麼的 那就覺得爸爸就是因為有抄馬有導師進步了很多 那家庭的和樂就是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就是很需要這一種就是彼此互相啊 然後就是藉由導師的系統然後一直做學習 那很開心導師跟演員展給我的機會 那今天就分享到這邊謝謝 好謝謝欣穎的分享喔 那妳看欣穎呢她之前呢也有參與分享會的演出 就是她爸爸去薩斯風然後她跳現代舞 來一個喔可愛的小美女 那我也覺得她最近變得又更加漂亮 我記得在2018年的年初啊我去到她家的時候 她就已經很可愛了那時候那大概是高中生嘛 但是很粗壯啦很像扛瓦斯這樣 那我說妳跳她的對那一定可以把人舉起來齁 但是呢現在看到她呢就覺得更加的美麗脫俗 那一天啊她跟我講說 妳姐姐我覺得我好像這個票怎麼那麼強啊 買了一把招一百張就這樣啊 妳是不是已經買了好幾千張啊什麼的 那結果呢她那個起針啊就坐在前面轉過來說 什麼什麼什麼可以變漂亮什麼是什麼 然後她就說欸那個票票是我叫她買的 我說妳叫人家買出一張嘴妳自己不買這樣子喔 然後結果呢她真的二話不說呢 當季立斷之後呢結果在27號的這個課程結束的時候 在那一天的課程呢竟然呢就得到雪片般的一個讚美 好這邊給齊珍來分享一下 謝謝老師好美麗的音樂長好以及全市長 以及超馬家人大家好 好 我真的覺得超馬實在是太神奇了 因為其實之前啊我在我其實有那個心想要去推動票 可是就是一直沒有跨出去那一步 然後就是就是之前就是因為媽媽會有自己會買票 然後她就說欸小孩嘛就是自己分個十張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分享 對可是我覺得就是帶自己要不要去買下去的那個跟媽媽給我們去分享的那個好像作用力不一樣 對然後我那個時候就這一次我就在想欸雲端她是無極限無國界 然後你可以分享到各個地區 有點有點喘 我覺得在這裡好像能量太強了 那個身體好像會一直蠢蠢欲動 就是那個那個熱會一直上來 然後我也太久沒有分享 然後就是這一次就是我在想說 我自己先買了欸小數的票 然後小數的票之後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 呃如果有人看到我把口罩拿下來的話是非常可怕的 包括茵琦姐可能看到一種 你怎麼變成這樣子 因為她她以前有得一種癌啦 是臂癌 對就是 對就是 臂癌 好難好難去解釋這個這個這個病 因為其實那個病也是一個心理的一個病 然後是累生累世而來的一個病 然後我就在想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讓這個病好轉 那其實我從高中到現在在接近超馬之前 就無數的一直在看醫生 無數的一直巡迴 中醫西醫都一直在巡迴 然後真的接觸超馬之後 其實在去年 因為我是去年 欸前年才真正踏入到超馬 然後在這一整年當中 就是 我覺得跟新聞真的有關係 就是你一直在好像在嘗試 可是你又不敢去做 然後這一次我就就是想說 因為有天知道天可靠有導師可以靠 所以我就大膽的去做 然後也跟殷琦姐就是就是詢問了一下 然後殷琦姐提供了很多的建議 然後就是在這一次的推動票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 因為殷琦姐的一個鼓勵跟推動 我自己也就是推了100張以上 然後真的是很感恩 就是導師給我們這個雲端 因為我分享到大陸地區的朋友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他們可以聽得到 然後就是連我的大學老師喔 就是因為我給他票券的時候 他就說 欸這個桃園的地區有給我票欸 那你還要躲忙說沒關係老師 老師你再幫我分享出去 因為分享更多人就會更多人聽到 音樂給我們的一個力量 然後又是正能量的音樂 然後他又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真的就是在這一次的推動票的時候 我覺得 像殷琦姐就是殷琦姐講的就是 我的臉上的一些好像面容好像變得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我在照鏡子的時候會覺得 欸我好像更喜歡自己了 然後也會覺得欸我好像有一個就是動力 然後去再去推推動更多的抄馬活動 然後也在下一次的活動當中不要太久 真的是希望九月 希望九月大家都可以再推動 因為其實如果每個人的願力再擴大的話 其實天知道老師也一定會幫我們做更多的 就是灑精粉力量 然後讓我們去分享更多的抄馬 然後讓全世界 因為我那時候在聽音樂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閉上眼睛都會覺得 欸宇宙看到地球的樣子可能是在發光的 而且是大光芒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在抄馬的世界裡面是很不一樣 然後很幸福 然後就是自己可以造福田 然後又可以把這個幸福分享給每一個人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謝謝起承的分享 那在六月二十八號那一天啊 因為呢我們會後啊就剛好呢 在大家職工在收東西 職工職工在收完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大概簡單相約 就去用個餐 用餐的時候就口罩要拿下來 那我們一看就說 哇真的怎麼變那麼漂亮 你那個臉好像用披土 補過了咧 那個顆顆粑粑都不見了 那你用什麼神奇的粉底啊 這樣子弄 欸怎麼這麼有效 但是以前也沒有辦法遮得住喔 那真的 而且呢那個眼神 還有各方面的美麗跟魅力呢 都有更加的一個加分 那因為這樣子的臂癌的困擾 其實殷琦以前也有過啦 那大概就是在差不多四五年前 那大概就是有一天晚上啊 跟媽媽在工作上面啊 的一個交流 一言不合 沒有大打出手啦 就口不擇言 然後就把不該說的 該說的全部都說一說之後 天天欸我就覺得我的臉上呢 就有了不太一樣的一個展現 然後就一開始有一些臂癌 就爬出來這樣子 那這當中呢 看醫生喔 然後用高級的保養品喔 或者是欸真的 你去醫美的一社都沒有用欸 並不是說醫美不好 而是說 當我們用了非常的手段 還沒有好的時候 那真的要想一想 要怎麼樣有天助 那沒有想到呢 欸來到超馬這個地方 超馬系統做學習之後 那因為呢 就像剛剛太陽心雨裡面講的 當身體的病痛啊 出現一些情況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的事業財富情感面 各個面向呢 出現了一些症狀的時候 那是不是我們要從身心靈 還有這個有形無形的一個平衡的一個部分 去做一個對應 當它平衡的時候 我們展現在外面的欸就是某一種的一個 鏡像原理 那因為過去我也好像有有有看到那個 胡亦夢寫一本書啊 他也是欸做了一些可能有一些 能量不平衡的時候 那也會展現出一些能量的一個對應 但是在修行人的這個 學習以及主題上面呢 很難有一套系統可以這麼快的 就幫我們做解決還有以及圓滿 而超級生命密碼系統呢 導師所允諾的竟然就是就在這一秒 以及呢這一秒做的決定 在下一秒竟然呢就可以展現 那剛剛呢在食物開運密碼裡面 你看後面啊導師啊 他說了很多很多話 真的都是法中法欸密中密欸 那他竟然就這麼簡單的 就全部給我們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喔 導師在裡面呢一條一條寫得好清楚 但是呢我們竟然呢沒有珍惜這麼難得的一個心法 你知道嗎 像有一些學員啊他跟我說 他的小孩啊或者是他的家人 異位系皮膚炎好嚴重好嚴重 怎麼來超馬系統那麼久都沒有好 我真的很想跟他講在第幾頁看了就會好 但是就是不能說誰怪他那麼不認真喔 就明明有看然後沒有看到對不對 這要怪誰呢 那但是呢我相信呢只要我們呢心門打開 那不然就稍微謙虛一點 然後稍微反求足跡一點 那好好的呢去跟天地對應 你看排卡那麼多 怎麼這樣子當我們呢 稍微比較OK的時候 一番就是我們當下的解藥補湯 那導師的書那麼多 就是要解決我們的問題 那在台南地區的疫情 他的小孩呢也是因為一個異位系皮膚炎 在他媽媽呢跟他一起做了一個心法的時候 真的好像那個蛇啊脫皮啊第二陣子整個就退下來 就完全就好了 之前看過多少醫生花了多少金錢 還有啊他們啊身上以前那個玉琴跟他先生身上啊就有很多的那個肉啦 好多金啊 好多金啊 那竟然呢兩個夫妻呢 在看了超級健康密碼之後 了悟了一個心法之後 在兩個再不到一個月之內了都產肉 將近十公斤以上 你知道現在肉很貴耶 不管啊我們去到醫療院所去做各種手段啊 你知道要產個肉產個三五公斤喔 那個都是要一個人大概半年啊 一個正常上班族半年一年的收入耶 那你看導師這麼簡單就給我們 再加上我們呢 如果有更豐厚的福田這個得資糧來做相對應 相較於我們在其他系統的一個學習 或者是呢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一個這樣子一個標的 我想呢 我們真的就是所謂的最大的贏家 那我們也就是人生的勝利主要奪標 是非常非常簡單 好我們再繼續進入接下來的段落 讓婚姻幸福的秘訣及夫妻相處知道 或許絕大部分你都做到了 但只要人由若往之餘 就有可能讓效果大打折扣 不如預期 例如太太把先生照料的無為不至 達理得符符貼貼 然而先生一靠近太太時 總會聞到身上所有散發的油煙味 太太則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並無不妥 甚至認為這是為了家庭的犧牲 要求先生必須體諒 因為自己為了家庭全心全力付出 才會疏於打扮 雖然這太太的角度而言也是事實 然而她卻忽略了一項重點 人是感官的動物 其實人非聖賢 先生反應出對油煙會敬而遠之的舉動 基本上也是本能反應 而太太感覺到先生無視於自己 打理家務的辛苦 心中滿懷委屈與不平 產生口頭上的埋怨 理所當然也是人類自然的反應 表面上看似誰都有理 但在雙方的怨氣日積月累下 夫妻之間的衝突 往往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好 謝謝 那麼夫妻的相處之道 也在於陰陽的調和 那有時候我們現在的人 有時候也沒有夫妻的關係 那我想呢 有時候就是人跟人的關係 就是在一消一掌之間 那其中的次第還有邏輯 還有先後緩急呢 我們都要將它做一個最智慧的條理 那在今天呢 晉慧會還沒有開始之前 大概在下午的時候 金碧姐姐就打電話給我 她就說 殷琦我跟妳講 我很想要分享 我說要分享要有條件喔 我說因為金碧姐妳就是 很有正義感 有時候分享的時候 我們不要分享太嚴肅喔 不要說教喔 希望不要罵人喔 然後她就說 好好那我這個可以忍下 還有沒有還有沒有 我就說還有還有妳要塗孔 她說戴口罩啊 塗什麼孔 我說弟子歸裡面說啊 這個是能量的傳遞耶 這個天知道耶 對不對 那你看呢 喬吉拉德在家裡啊 他做這個客戶服務的時候 他爬起來 他為什麼要穿西裝打領帶 就是一個負責任 他是對他自己的這個角色扮演 做一個負責任 所以啊 我們還是要那個嘛 眼睛眉毛對不對 稍微整理一下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妻妾 切忌驗妝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還是要為自己呢 呈現給別人的一個樣貌 顯天地顯超馬嘛 就代表是我們也是自己一個尊重 也尊重別人 然後今天啊 一來的時候 金碧姐姐就一直對我擠眉弄眼 說怎樣畫的怎麼樣 畫的怎樣 有沒有覺得畫的很漂亮 我說應該是畫的不錯啦 但沒有打粉底啊 他說啊 還要打粉底喔 我說那當然啊 我們先弄假成真嘛 就假裝呢 就是被泡泡玉咪咪 一陣子就真的就被泡泡玉咪咪嘛 好 那我們請金碧姐來分享喔 謝謝大家 感恩導師 感恩天地 敬愛的導師 文安 鵬營長好 MV前面的朋友 還有現場的參話家人 大家好 好 我剛才到教室我就 我就把口罩拿下來 我就一直講說 他說你看看我可不可愛 跳不漂亮 他說還可以 還可以 我怕我好久沒有了 把口罩拿下來 拿下來嚇一跳 然後這次兩天的這個音樂會 還有這個實作實練的課程 真的非常感動 我沒有想到說 我從前在修行幾十年的歲月中 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變得這麼快樂 我真的是 每天快樂的不得了 那這個音樂會結束之後呢 我是感覺齁 我的細胞都活化了 感覺齁 我身上的所有的細胞都更生了 那 在這個音樂會當中 我真的是看到 這個 這麼美好的畫面 這個是 人間哪裡有 真的是 我們想都沒有想到 我們會有這麼 這麼好的一個享受 這麼殊勝的一個畫面 可見導師他是多麼的用心 多麼的照顧我們 多麼的愛護我們 就是一心要把我們推上美麗天堂 我真的很感動 那我在第二天 第二天這個心法 那個光靜燦回法 這個心法做完以後 整個心好像本來好像打結一樣 卡住了 但是呢 心法之後 整個都打開來 全身都非常舒暢 那我那天回到家以後 因為最近我都不在家 所以我兒子本來每天都會回來看我 那我不在家 找不到我 那我那天回到家 竟然家裡送來了好多吃的 好多的禮物 然後呢 手機打開也要 我女兒也是喔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說 當能量提升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就讓你覺得 就不求自得 就送到你的面前 這個是物質方面 那我要講我這一次 我自己買票 那也 我都邀請一些朋友買票 因為小蕙姐 知道 小蕙姐姐 她知道我在處理 處理錢方面 我如果一張一張賣票 我會把錢搞糊塗的 不是錢不見 這是票不見 後來我就跟小蕙姐姐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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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開始 我要請人家買票 都是買那個正數的 50張100張的 那 就直接請他們跟你買 直接他們跟你買 就不用從我這邊出票 因為出票會出問題 那這個志工會議在講 那我這次很神奇喔 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 他是在大賣場裡面 他是在賣健康食品 有業績他就有薪水 就有錢 沒有業績就沒有錢 那我很想幫助他 我說 你可以在這個音樂會幫助很多人 你可以買人票 然後邀請你的朋友 請你的朋友來參加 當時他跟我講 他說 我沒錢 我好想做 可是我沒錢 他問我說 要買多少 我說 100張可以嗎 他說 你要這個錢 後來他說 我來想想辦法 那50張可不可以 我說 好 你試試看 後來 他就跟他的神明 他縣怎麼省 我不知道 跟他的神明祈求 祈求他的神明 讓他趕快賺到 能夠做到20萬的業績 他就有2萬5的薪水 後來 五十張的票 然後他一開始跟我說 他說 好像邀請人很難 我沒辦法 我沒什麼朋友 我說 有啦 你想想看 你所有過去 你這輩子幾十年 你所有認識 你都試試看 都邀約 然後到了最後兩三天的時候 還沒有邀到什麼人 那我跟他說 我說 你已經邀到兩三個了 你這兩三個裡面 你請他們再幫忙 借力使力 你自己邀不到 你請他們去幫忙 哇 結果兩三天而已 就進來將近20個 然後到最後 已經快到中午了 就是我們音樂會的那天 快到中午了 那個要參加線上的 竟然就是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可是那個時候好像已經到十點就沒了 是不是 十點就截止了 所以就是 就是這麼的神奇 那另外有一個朋友 他是住在美國 他呢 因為他的孩子 發生大車禍 然後車子都毀了 那是我們超馬橋人 車子都毀了 可是人都沒事 那心裡在想說 這個大概是負能量在提醒我 提醒我去做些什麼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他說 他竟然就是 手機裡面 跳出我的名字 然後他就打電話 然後已經很久 很久以前 回台灣的時候 來參加我們的經運會 參加禮拜一上午 我跟秀琴主持的經運會 來過一次而已 那就因為這樣 他說 手機就很奇怪 跳出我的名字 後來就打電話 問我該怎麼辦 他想要做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說我們現在 第二天 第二天 門票很重要 很多人 有的人 他真的是 我們認為說 他生活很富足 他的工作 在公家機關 然後我們非常 我們想像中 他不應該是那樣 然後他白天的上班 晚上的上班 都在公家 可是他就是 這個票都買不起 他很想上 可是買不起 那我說 你就買一些 第二天 這個二十八號的門票 來幫助一些 很想參加 然後他沒有能力 買不起門票的人參加 結果他也買了 那買了 連他的家人 本來他也沒有想到 邀請他的家人參加 結果他的家人都參加了 真的是幫助他 幫到他自己 還有好多很神奇 那非常的感人導師 我很希望就是 最好是每個禮拜 都能夠參加這個音樂會 我真的太棒了 非常的開心 那非常感人導師 讓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 那我們這個音樂會 接下來的音樂會 那導師為了 讓他更加豐富精采 好像有稍微透露一下 會增加一個 特別的橋段 那真的是 會讓很多人 他有這個意向 有這個興趣 也可以稍微發揮 那也讓這個 這個我們的精緻度 精采度 更加的 無比絕倫 那敬請大家期待 好 那我們再進入下一個段落 創造正能量 正向能量場 找回恩愛的軌跡 或許多數人 都曾經有想要 改變自己的想法 但一直以來 卻感到力不從心 透過接觸 超級生命密碼一書 從中運用一些快速 又有效的方法 積極的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因而增加說話的影響力 讓對方能夠比較容易 接受自己的立場 同時 學會發掘對方的優點 有效改善彼此之間的互動 總而言之 善加營造正能量場 許多事情 就能順水推舟 幾首課題 也能迅速獲得解決 進而在人世間 也溢出出 甜蜜幸福的真實人生 好 謝謝 所以呢 我們呢 就是透過接觸 超級生命密碼 那重點呢 是從中 我們可以學習到 如何運用快速 同時又有效的方法 積極的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增加自己 不僅說話 各方面的影響力 利人利己 那接下來呢 有看到帥哥 庶民 真的越來越帥喔 給他玉樹臨風 這樣子 我們邀請庶民來分享 好 感恩導師 感恩營運長 那感恩所有與會的來賓朋友 那我是庶民喔 那 那 參加上禮拜兩天的這個活動啊 真的是 學到很多喔 那 本來啊 我們在27號 第一天的這個 講座啊 然後呢 是想要用我們的這個 淋雨裡的集會所 當這個場地喔 那在 那一天的前一周呢 欸 就跟幾個龍坦的這個志工啊 朋友啊 大家在討論喔 哇 這個會不會 現場啊 用一些無線網路啊 這樣連線啊 會不會比較不順啊 什麼的喔 那大家就想說 欸 那是不是應該要找更好的場地 提供更好的這個服務喔 那 欸 當天呢 在 就討論到很晚喔 那就決定說 好 去找這個客家文化館看看喔 然後呢 到了這個 欸 隔天呢 馬上就跑去問 然後就說 欸 通常跑這個流程啊 可能要一個禮拜喔 那可是呢 到下一周的時候喔 就有這個端午連假喔 哇 那只有兩三天喔 那這樣怎麼辦喔 那 但是呢 大家就想說喔 不用管喔 反正就衝就對了 先去租 然後呢 欸 就跑個流程 結果到了那一周的 禮拜二呢 宣布就通過了喔 哇 本來要跑一個禮拜了 結果三天 兩三天就通過了 然後呢 欸 接下來就想辦法趕快找人 啊 那個場地呢 是九十億人的 這個場地啦 那 喔 剛好呢 欸 龍潭也有一個很發心的這個 姐姐喔 叫做安辰姐 我叫她安辰阿姨喔 那就跟她講說 趕快揪人喔 這個 因為安辰阿姨啊 她其實 應該是 人面蠻廣的喔 那她就說 好 沒問題 就抽 然後呢 第一天呢 跟我說 啊 庶民喔 可能這個 大概就三十個人啦 三十個人啦 然後就跟她說 欸 繼續加油 好 繼續加油 那這個志工會議的部分 喔 是 我們明天晚上再來討論喔 說說你這一次呢 欣賞音樂會 以及呢 我們的課程 你在當中所 所感受到的收穫 好 這個 課程喔 真的 非常的感動喔 那在 第一天啊 一開始嘛 開頭 哇 這首歌喔 感動一放出來喔 這個我就 內心喔 充滿了無比的澎湯 很感 很感動的感覺喔 喔 怎麼會 這種 然後想到導師喔 又想到這個 看到這個畫面喔 這個 就好像快要流眼淚的感覺喔 然後呢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一開始呢 欸 演藝院長就出現喔 那主持人喔 哇 我想說 哇怎麼這麼漂亮喔 看起來很像這個 不知道幾歲喔 是不是比我還年輕喔 這樣 然後 然後 講話 這個 就是 組織得非常好喔 然後接下來啊 欸也是喔 這個一連串的歌曲喔 那一開始呢 雖然都是唱比較 舊的這個歌曲 但是 欸 這個舊的歌喔 也是很好聽喔 聽了聽了呢 就很感動喔 聽了聽了就覺得很舒服喔 那當然啊 很多的歌曲啊 欸 有一些歌呢 原本以前在聽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喔 但後來聽的時候呢 那感動就出來了喔 像這個 我們的路喔 我們的路 那江世忠先生唱的喔 欸 他在唱的時候喔 我就覺得這首歌喔 越聽越有味道喔 怎麼以前都聽不出一些感受喔 欸 今天在聽的時候 哇 這個真的是我們的路喔 這個幾千萬年來喔 真的是 不知道尋找了多久喔 哇 又聽這首歌 然後又去想想看自己的改變啊 自己的成長啊 你就覺得說欸 真的 不可思議喔 那一定要好好地更緊這條路喔 那還有啊 中間也是啊 欸 也是唱的只有我的太陽喔 這首歌喔 是我全 全部喔 最激動的一首歌喔 真的激動到不知道該怎麼辦喔 這個內 內心的澎湃喔 然後不斷的感動啊 喔 這個心裡喔 都是 反正那天呢 就是感受到很強的法流喔 一直在那邊感動著喔 那第一天呢 甚至結束之後啊 順明也是邀約一些朋友喔 那 有問一下 聽的情況怎麼樣啊 喔 看到其實每一個人齁 對不同的歌曲啊 都有不同的感受 像我以前的這個 國中同學啊 他就對於奪標 欸 這首歌特別有感覺齁 那 那甚至呢 欸 我的這個房東太太啊 欸 她就喜歡什麼 明恩仇齁 一些歌曲 那順明覺得好開心喔 也是趕快把這些歌曲呢 也傳給他們齁 那就覺得說 哇 這樣子盛會齁 音樂會齁 可以幫助到人啊 欸 讓很多的 周周的朋友啊 都可以受益齁 很感動喔 那當然啊 第二天啊 就是這個 十做十練的這個心法課程喔 那這個心法課程 那說真的啊 一開始呢 導致也花了很多時間齁 尋尋善誘 告訴我們 欸 一些邏輯啊 一些道理喔 先讓我們把這個心門打開喔 那一開始啊 就講到喔 這個 欸 面對你的工作也好 你的生活也好 然後用正道 要用對的方式喔 所以你聽了 欸 真的是非常的有感覺 感覺齁 因為以前啊 其實 前一兩年啊 學習抄馬齁 也是想說齁 啊這個我上完課喔 應該又要賺什麼勁啊 會有那種 求保留的心態齁 但是呢 隨著這幾年來啊 不斷的學習成長啊 也了解說齁 其實呢 自己的邏輯觀齁 自己面對事情的態度啊 是最重要的齁 你一定要把這些習性呢 改掉 然後再去面對你的生活齁 才會更加的順利齁 才會真的是一勞有力的修行喔 那但是聽到後來齁 其實我就開始有點昏睡了齁 可能這個雜誌太多了齁 又在清理齁 那當然啦 欸 這首歌啊 欸我太陽出來啊 還是很感動啊 還是很感動 那第一個這個心法啊 這個光敬懺悔法齁 就是 欸 邊坐齁 其實就邊坐邊睡 有聽到聲音 可是也是有點昏睡齁 那 然後第二個心法呢 欸 這個祝福的心法 就比較 感受到 比較清醒了 比較清醒 那 這個 隨著導師的這個指令啊 然後去觀想啊 我就覺得 這個心法 欸做完就覺得賺到齁 因為導師直接 把這個祝福呢 裝在我們身上齁 然後 我們只要呢 發出這個祝福的心啊 感恩的心齁 欸 這個福呢 就一直去來齁 真的是全自動齁 在操馬裡面呢 就是這樣子的全自動齁 那第三個心法齁 這個 要舒暢自己的這個心法齁 打通的這個心法 那我又開始睡了齁 因為雜誌太多了齁 又又在這樣子的一個作用啊 但是說真的齁 這個整個 第二天的課上完齁 喔 就有一種毛細孔打開的感覺齁 就覺得非常的 欸 舒服喔 非常的舒暢齁齁 但是呢 也是告訴自己齁 哇這個 其實很多的地方都沒做到位齁 還要繼續努力齁 所以 如果說呢 三個月後要再來一次齁 一定要再把它更加的推廣好齁 把它辦得更好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裡齁 謝謝 好 謝謝庶民的分享齁 那 其實呢 引起真的 冥冥中相信 老師寫的書齁 這本書名 千年之緣 真的我覺得 這個冥冥當中齁 自有定數 當我們呢 來到這個電視台 開始進行彩排啊 各項演練的時候 我馬上就注意到攝影棚上面掛著一顆球 那顆球隨著燈光 忽然變成紅色的時候呢 我真的明白這場盛會 所謂何來 因為一開始 我們寫的日期 以及時間地點 是在林口體育館 還有高雄展覽館 那誰知道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種種的 從不可能到可能 我們竟然來到了電視台 而這家電視台 他上面竟然就 原原本本就掛著那一顆 圓滿愛的那一顆球 就是一模一樣 真的就是 這個真的 我真的覺得說 太感動了 非常非常的感動 很感恩 那再來呢 當歌手玄玄 他來唱愛太陽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我們啊 在那個音樂工作室 我們在做彩排的時候 我看到他那個樣子 我說他怎麼有辦法唱愛太陽這首歌 根本就不會動 然後呢 而且非常的深色 然後非常的就是 就是唱起來也沒有到 那樣子的一個味道 但是當我們在 到電視台去做彩排演練的時候呢 換上當時對應的那一件衣服 他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地上的地板呢 竟然呢 因為場景都是臨時搭出來的 就是當天今天要彩排 今天搭今天拆 然後再彩排 就今天再搭今天再拆 我看到那個地板 我就彷彿看到生命遊戰那一本書耶 那個地板 你們再回去看回顧 那個地板竟然就是生命遊戰的那個圈圈 然後那個玄玄 他穿那一 他愛太陽那一件衣服 站在那邊 跟四個舞者站那邊說 像不像那個象棋 西洋棋 就是西洋棋的造型 而你知道嗎 這個玄玄啊 他呢 在一開始啊 他沒有聽清楚 然後他接到這個case的時候 他是馬上要推調 因為他說 他沒有唱過別人的歌 他們都是唱外面的那個口水歌 不用再背不用再記不用再學 都是外面的流行歌曲 所以他是認為有挑戰性有困難度 他沒有辦法練習 而且我們是很很慢才決定有這個雲端演唱會 一般的正常歌手都要練兩個月以上 他們的時間就真的是沒有那麼多 可是竟然好像如如同神仙撒下金粉喔 然後竟然一切的配套 你知道背景跟舞群跟歌手全部都沒有大礙 他們都是一個能量的 在這一次比較一個充滿 充滿的一個情況下 到我們現場去做一個檢視的時候 竟然是全部都是正確的 所以就讓他這樣子 就粉末登場 那不管是從場景上面 或者是這一次人員的到位 種種的配套 還有呢 你看喔 從我們六月一號 開始進入超馬月的時候 各地區的疫情呢 紛紛的擠進 連馬來西亞的地區呢 當他們的能量到一個火候的時候呢 竟然他們也開始開放了 而他們從七月一號開始就可以正常的上班 正常的進入精英會的客室 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我們看到導師我們覺得很正常 因為我們在供修客 我們都看得到 可是你知道馬來西亞地區 他們已經有三個月都沒有看到導師一眼了 因為他們是在家裡上供修客 在家裡上供修客 是不能看到影像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台灣地區有多麼的幸運 而這份的幸運竟然就是 我們當時我們很簡單的 就去做一個設定 就去做一個運作 去做一個推廣 那因為呢 這樣子的一個推廣 我們從好像不可能到現在 一切一切都變得好像理所當然 那你看呢 在二十八號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中立地區以南的家人呢 看到我媽媽 看到我姐姐啦 覺得很年輕喔 很可愛 那因為呢 這樣子一個運作 他頭髮也剪對了 衣服也買對了 那在講話呢 跟人家討論的一個話題呢 也覺得都是OK的 那為什麼 就是一個能量 其實引起就想到呢 在二零一八年的十二月份 當時啊 他是又年邁 又步伐滿山 又氣落猶絲 又氣喘吁吁 而且呢 這個臉啊 跟小籠包一樣 都是皺在一起的 可是他現在就是那麼樣的開心 那當時的一個能量廠 我們以數字來對應 他雖然很喜歡這個系統 他那麼樣的努力 他也只能邀約到二十個 可是在這次的活動當中 他就好像在吃滷肉飯啊 在喝 在喝 就是好像這個 豆定泥桿 那樣子 三天喔 就兩千耶 動畫兩千耶 那我想呢 這個部分呢 真的在 在人看起來很難 可是在願力 在天地的運作下 在護法的一個 加持啊 抑注也好 在很多的設定 千年的約定來說 欸 我們呢 好 竟然呢 就可以這麼簡單 好 這麼幸福的 就相聚在一起 那因為我們啊 今天其實安排 很多位的分享者 那也很多人啊 他自己下都跟我報名喔 他很渴望 今天呢 來分享他的這一份喜樂 不過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就算不能準時開始 也要準時結束 那 期待我們呢 下一週再相規 再次感恩大家的熱情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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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